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些練習 現在有甲乙丙丁五個變音 我想要了解乙怎麼改變丁影響丁 那我請問你我要怎麼做 誰是我的控制變音 誰是我的操縱變音 誰是我的應變變音 因為我要了解乙如何影響丁 我就要怎麼樣 改變乙測量丁嘛 那乙被改變 所以乙叫做什麼變音 操縱變音 丁叫做應變變音 那剩下的甲乙物都不能變嘛 那叫做所謂的控制變音 都不能變音 所以就是它這個意思 我想了解乙跟丁的關係 就是要改變乙測量丁 改變乙測量丁 乙叫做操縱變音 丁叫做應變變音 其他的不變的叫做控制變音 OK 好 所以現在問喔 問 我假設有這三個因素 會影響最大近摩擦力 包括了面積 包括了重量 包括了光滑程度 我認為這三個會影響 最大近摩擦力 我想了解面積怎麼影響 那請問你 我的誰要怎麼做 你告訴我 誰要不變 誰要改變 去量什麼東西 好 我認為面積光滑程度跟重量會影響 我想了解面積的影響 請問你 我該做什麼 做實驗 我誰要變 誰不要變 要量什麼東西 量什麼東西 OK 請你告訴我 我應該要如何設計 我要如何設計 好 改變誰 誰不變 去測量誰 請你告訴我 我要怎麼做 請你告訴我 我該怎麼做 No.31 我認為重量會影響 面積會影響 光滑程度會影響 我想了解面積怎麼影響 我想了解面積怎麼影響 那我要改變誰 測量誰 誰不變 再一個 改變面積 測量誰 測量摩擦力 誰要不變 光滑程度不要變 重量不要變 很好請坐下 所以我要拿一個相同的長方體 表示重量都一樣 然後換三個不同的面 表示面積會不一樣 然後去量我的摩擦 量我的摩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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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在同一個紙上面 同個地方做 表示光滑程度會一樣 所以光滑程度不變 重量不變 改變接觸面積 測量摩擦力 我們做的是用彈簧去拉它 拉那個 那個跳起來的數字就對了 所以這是我們的做法 這是練習舞 好 再來一個 然後請問你 他研究蛋白的周期 有擺長有質量有擺角 然後有個表 有個表格 好 請問你喔 這個表格裡面顯示了擺錘質量跟擺動周期有什麼關係 它改變了擺錘質量 去量了擺的時間嘛 在這個表裡面所看到這兩個之間有什麼關係 在這個表裡面所顯示的 質量跟擺動時間有什麼關係 比如說成正比啊 還是成反比啊 還是什麼關係 好 是什麼關係咧 我們要找一個可愛小女生 有可愛小女生嗎 No.1 那 這表格裡面顯示它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對就是沒有關係 你的質量不管多少 直接就有沒有變 沒有變 我好像問錯問題 它是問你說,可以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了解的叫做,因為我改變擺錘質量去量周期 所以我了解的是擺錘質量跟周期的關係 然後呢,所以因為我的改變擺錘質量操縱變因 測量擺動時間要應變變因 所以我做完的時候是了解擺錘質量跟周期的關係 然後呢,這個關係看起來是什麼關係呢? 教科剛剛問你那個問題叫做,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,無關,為什麼是無關呢? 因為你發現,不管我的擺錘質量擺多少,時間都怎樣? 一樣,所以叫做無關,所以答案叫做無關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過的,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要這樣做實驗,會看出誰跟誰的關係 想看出誰跟誰的關係,要怎樣做實驗 然後把實驗結果看給你看 你可以看出來一個端,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有關於控制變因法的部分 非常簡單,OK嗎?OK?很好? 很好?